同样是体育休闲运动 而我们来看到花莲市体育会 日前在远东百货花莲店建林广场 举办了111年极限运动加年华 即极限运动挑战赛活动 进了上百位的民众选手报名参加 那么市长维嘉贤表示 希望透过极限运动 可以考验选手的体能、技能与创意 期盼训练出更多的极限运动选手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办理来相关的运动赛事 花莲市体育会办理的第三届极限运动加年华 日前在远东百货花莲店建林广场热情登场 吸引到上百人保名参加 小小选手们纷纷穿上装备 各个蓄势待发 等待哨音异象使出全力 要拼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秒数是23秒34 那我记得在远东百货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 持续来办理相关的一个极限运动 那我们也希望 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所中断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花莲这块土地上面 持续都有各种不同有趣好玩的运动项目 能够让孩子学习 那再只要谢谢我们极限运动委员会 跟我们体育会的大力推广 那也期盼孩子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下午 也让孩子们 额获奖之后 有未来更有成就的 往这个方面继续学习 花莲縣的一些运动设施啊 在花莲市长 魏嘉贤大力的提倡之下 一个一个的不断的在增加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少死化的关系 我们要提供给儿童跟青少年 更多元的运动场所 那这一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完成当中 不管是花莲縣还是花莲市 那运动百货作为在地的百货公司 我们有我们的场地也可以提供出来 供各位供花莲相信的儿童跟青少年 善加来利用 而在挑战赛的部分 包括直排轮障碍即时赛 舌板速度过装赛 以及滑步车趣味赛等等 会中也邀请到战警林佳辉 到场表演极限单车特技 另外还有来自高雄的飞翼时代 直排轮表演 以及花莲地主队东方极限 快乐轮滑表演 为花莲的选手带来精彩的演出 也吸引不少家长拿出手机拍照 场面超热闹